你怎麼那麼睡啊 戴著帽子的男子 看到茶園裡大雪紛飛 興奮得要妻子趕快拍照 夫妻倆有說有笑很恩愛 她就是49歲的陳姓茶農 太太經常在臉書 PO出出遊照片 感情很好 讓親友呈現 但卻發生殺氣悲劇 陳姓茶農砍殺太太 當場逃逸 打電話是報警說 被她丈夫砍殺 那我們馬上砍到現場 那也緊急先將這個非愛人送醫 結果我們那個非愛人 送到醫院已經不治了 輕鬆的刀子遺留在地面 旁邊還留有太太的血跡 殺氣的陳姓茶農 在嘉義梅山當地 是有名的茶王 但她長期失眠 與家人經常爭吵 15號中午 跟太太為了救醫問題 爆發口角 竟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往太太連刺四刀之後逃逸 夫人跑出去呼救 當時住在隔壁 有失職症的伯父想救人 拔下插在背後的刀子 反而造成婦人送醫不治 被殺害的郭欣婦人 在照片中 經常依偎在丈夫身邊 一臉欣服 竟然遭到丈夫毒手 親友透露 陳姓茶農平時正常 但經常喝酒 導致情緒失控 今年二月 還在臉書分享文章 說醫生短暫 有些事看開就好 意思當時就很不對勁 陳姓茶農跟太太育有一對兒女 從年輕時一路打拚 不但還清上一代的負債 還在建立第二家茶廠 卻因為一時情緒問題 遲到殺妻 毀了圓滿家庭 記者 胡瓜文 陳小虎 家裡報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